大家好,我是蝦球 NBA小學堂系列今天要帶你來認識 一場位於麥迪訓花園廣場著名的鬥毆事件 也是繼上篇奧本三宮事件後 NBA最嚴重的一次鬥毆事件 影片連結我會放在右上角方便點 事情發生於2006年12月16日 紐約的麥迪訓花園球場 由紐約尼克隊在主場迎戰丹佛金快隊 前三節雖然由金快隊領先10分 但雙方的比分一直到第四節的時候才拉開差距 由於一直到第四節的比分拉開後 金快仍然將主力球員放在場上 繼續奪取分數 加上當時金快隊的後衛JR Smith 在領先19分的情況下 仍然在快攻時做出花式的灌籃 讓此時尼克隊的所有人從上到下都極度的不滿 讓時間快轉到第四節的最後1分22秒 事件的主角之一JR Smith 超到球以後發起快攻時 尼克隊的Mardi Collins 為了不讓對方再繼續羞辱自己的隊伍 做出了一個肩膀以上的惡意犯規 隨即Smith站起來想找Cullins爭論 一旁尼克隊的Net Robinson 便貼上去的大力的推開他 這讓本來變火要未十足的場面直接炸開來 金快隊的卡梅奧安森尼衝上去推開Robinson之後 原本被推開的Smith直接一個加速 便把Robinson壓倒進了觀眾席 雙方球員介入紛紛隔開了自己的隊友以及對手 儘管場面看起來似乎已經有稍微被控制住了 此時安森尼繞過了一位防守者 再給了Cullins一拳 眼看兩邊戰火又要燃起來時 結果安森尼他... 嗯? 跑掉了! 由於安森尼退的實在是太快了 Cullins即使想追也追不到 而且反而被絆了一下 除了場上的狀況便平穩了下來 此次的事件作為奧本山事件後最大規模的鬥毆 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各方面的討論以及採訪 其中有些球員私下指出 Cullins會做出如此惡意的行為 除了火氣以及情緒外 是由尼克隊的教練 Acia Thomas所下令的犯規行為 是為了給領先卻還繼續將主力留在場上 而其中安森尼被犯罰競賽了15場為最多 而事件之後 儘管安森尼也發表了聲明 對於球迷以及聯盟都感到抱歉 並且在聲明稿中也特意向Cullins道歉自己的行為 但對於不少當時有在看球的球迷來說 我想永遠都不會忘記那招天馬流行拳吧 而且我自己也很想知道 安森尼在知道自己要前往尼克時是怎麼想的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幫我分享以及訂閱 還有追蹤我的IG 目前預計之後的抽獎活動都會以IG為主 我是蝦球,醫院外的空氣真棒 我們下支影片見